大早上呢偷偷给我媳妇买一套衣服给她一个惊喜 看看我们家大宝二宝的睡姿 小贝快起来 不是说好今天带你去黎江的吗 几点啊都快九点了赶紧起来 昨天参加完西瓜普列之后 我们找了个民宿住下来 因为想着来贵林堂太不容易了 一千多公里啊 所以啊我们打算在这边好好玩一玩 明天一早的高铁回南京 大家看这个人闭着眼睛在刷牙的 看看大力今天打扮的还挺帅的呢 那必须的早上特意写了个图 以后又被你老公帅到 小贝啊昨天晚上逛夜市的时候 不是有一套衣服你试得很喜欢吗 为什么不买啊 喜欢是挺喜欢的就有点贵 再说了你前两天不敢跟我买了两件裙子吗 我就没舍得买 有个好东西给你看一下 什么东西啊 把这块布先开 干嘛啊深深眯眯的 打开啊 这是什么啊 我昨天看上那套衣服 我给你偷偷买下来啊 不是买了干嘛啊 那么贵 你就说喜不喜欢 喜欢 那不就得了啊 还不赶紧拿过去试一试啊 衣服是挺好看的 但有点不足 你看我的头发 软胖胖胖了 吃油了 好像有点痒 不好看 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洗头 对 行今天就满足你 谁让我干了八年的理发呢 不宠媳妇宠谁的 喜欢清闪多了 头发也很蓬松 好了 赶紧去试衣服好不好看吧 行 两个小宝宝也都起床了 昨晚睡得好吗 哎呀还在假装打呼来 试好了 怎么样啊 好看 你就应该多买买衣服 试着不同的风格 大家觉得我眼光怎么样 主要我觉得啊 还是小贝长得好看 哈哈 揉花了 我今天还是负责带娃 小贝负责梦美揉花 吃个减餐 还有个馄饨 饭也吃完了 现在先去桂林北南附近 找个宾馆 把行李放下 然后出去玩 我们已经到房间了 这边挺大的啊 对 多少钱一晚啊 140一晚上 其实会懂 对啊 关键这个位置啊 离高铁站很近 走路两分钟 就150米 刚刚做了一下攻略 我们先去橡皮山玩 因为离这边比较近 打了个车 现在出发 进一下 走 3号入口 太渴了 买两瓶饮料拿回去 走 进来喽 看看 这里面人挺多的 对 197一个 在这边呢 看了好多都是学院的开着 拿跑一下爱情宝 祝我们的爱情 传传九九 好 爸爸我要坐轮船 小贝 要不要坐 坐吧 南东出来一下 马子录一样大跑 我也坐 行行行我们一起坐 走 小贝开始买票了 现在还是免票的 过来吧 全人90块钱一站 两个二斗免费 登船了 马上就开始喽 看见 桂林的象征 橡皮山简称为象山 到二楼船上给你去看看 看得更清楚一点 更好看一点 从这个船全程60到70分钟 足够完的了 对 好漂亮 下船了 我也开心 能船也坐了 你家的水也看了 我们现在又累又饿 补充点能量 东西让到了 明天去洗一下 没点葱花糕带过去 行 走进去看看 这么做的好漂亮 还好了 安姐一份 阿嬷一份 这是美食一条街 我来一份桂林面粉 好的 大宝家玩抓娃娃的 我去带份螺蛳粉去 馋好久了 看看 大渣蛋 这粉好有食欲啊 赶紧吃吧 吸满的汤汁 又臭又香 好吃 我们已经到宾馆了 明天早上10点钟的高铁 桂林之旅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期视频呢 就会你们分享到这里了 明天见